目前台北市公車有306縣 每天載客160萬人次以上 幾乎和捷運相等 公車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可是現況卻是乘客抱怨 公車司機辛苦 公車業者覺得委屈 而政府花錢又民眾不滿意 乘客為什麼抱怨 因為公車路線多 不知道要搭哪一線 公車路線圖複雜又難懂 問司機覺得不好意思 不問又搭錯車 有些年紀大的長輩 甚至不會搭公車 司機為什麼覺得辛苦 因為有些公車路線 里程太長 像是235有71站 307有62站 來回一趟要4小時 公車司機坐在狹小的駕駛空間 開車時間長 工作條件差 對生理心理都是很大的負擔 公車業者為什麼覺得委屈 捷運路網擴大之下 公車營收就受到了擠壓 在營收減少之下 又因路線設計不良 里程太長 公車率太高 因此成本居高不下 想要提高票價 又以票價定定 需要看市府的臉色 也缺乏了積極改善服務的誘引和動力 過去16年 在公車不漲價的政策之下 台北與新北市政府 每年要補貼業者 30億元的虧損 目前政府已經投資7000億 台北都會區第一期第二期 捷運路網已經接近完成 因此我主張 未來的公共運輸服務 應當以捷運為骨幹 在這個基礎之上去調整公車路線 首先利用悠遊卡的資料 去進行海量分析 重新規劃調整路線 合併重複的公車路線 並把不準時無效率的跨市長路線 公車路線取消掉 改成短履程高頻率 服務準時的接駁式服務 在這個做法之下 可以達到多贏 公車司機因為降低工作負荷 改善了遼動條件 民眾則可得到較好的公車服務品質 公車業者則因為 提高了每公里的載客人數 而增加收益 政府則可以減少補貼 甚至未來公車票價不但不會漲 甚至還有可能降價 總之 公車路線大調整 台北交通更順暢